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9月26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习近平现在抓捕江派政法系人马,是可能由于2017年他们对习实施了暗杀行动。 在2021年的9月18日,墙内北京可对发表了一篇,题为《铁拳杂项历令之婚者》的文章,披露中纪委牵头召开的,以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进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有关问题通报会的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一句话,罗文进和邓辉林同为湖北武汉老乡,两人互同有无,妄议中央大正方针,辱骂国家主要领导人。 甚至于计划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不轨,被安全人员阻止了罪恶活动,中共国家领导人可能出席的南京纪念活动只有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 根据官媒报道,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都出席了该活动。 在2017年,罗文进担任江苏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总队长兼刑事侦察局局长,南京公祭的场地安保是他一手负责。 罗文进的图谋不轨,可能就是2017年针对习近平实施了暗杀活动,但被习近平成功躲过去了。 估计那个时候,习还没有掌握具体的情报和证据,也就让他们安然地过了几年。 这几年,习一定是掌握了证据,所以开始实施抓捕了。 实施暗杀计划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肯定是一个团伙,所以对所有的人进行了抓捕。 罗文进事件是继周永康之后,再一次被明确通报针对国家主要领导人图谋不轨的大案。 9月22日,王立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审查。 从官方公布的王立科罪状来看,首度使用了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的这样的表述。 在中共当前党文化语境中,这样的表述就是一直对习近平从未忠诚老实。 这样的罪状实际上就是说,王立科一开始就不是习近平的人,而且属于对习近平一上台就抵制的那种人。 而王立科作为罗文进的顶头上司,肯定也会部分或全部参与了对习近平的图谋不轨的行动。 罗文进、邓恢林、王立科都是梦见著的人马,那当然是江派的人。 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与江派还会继续内斗下去,直到其中的一派完全倒下为止。 接下来说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 今天国内多家官媒都转载了第一财经的报道,九成发布房价限跌令,这个城市价格下跌已近四成。 文章中说,张家口是近两个多月以来,第九个出台房价限跌令的城市。 日前,张家口是住建局、张家口是财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通知。 其中一条,新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不得低于备案价格85%进行销售的内容,被外界称为限跌令。 张家口日报的报道称,针对限跌令出台的背景,张家口是住建局房地产监管科科长杜季新介绍, 目前以张家口主城局为例,已经从房价最顶峰的一平方米13000元左右降到了均价8000多元一平方米。 尤其是进入2021年下半年以来,张家口主城局和周边陆续有多个楼盘迫于现金流和销售回款等压力, 开始降到低于成本价销售。 杜季新表示,用大户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回收资金。 然后有网友查到,恒大在张家口四个盘,三个位于市中心。 某恒大盘四月份开盘价,卖5000元每平方米,别的楼盘都卖一万,所以当地楼市不他才怪。 有网友说,两年前就有地区想半价卖了,但是地方政府不让卖。 现在知道谁是房价上涨的真正幕后黑手了吧。 现在幕后的黑手真的急了,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前台,既然房价不让降,那就只能房地产企业破产。 说实话,自从1994年朱镕基搞了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把地方上很多企业的税收收归到中央以后,地方政府就没钱了。 但当时朱镕基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时候中央政府真的太穷了,甚至都不如广东发达省份有钱。 中央政府到了要向地方政府张嘴借钱的地步,这就是分税制改革的背景。 各地方政府最终接纳了分税制的改革方案,同意将大部分的税收收入交给中央,但条件是卖地收入要归自己支配。 也正是这个要求将地方政府的利益与房价绑在了一起,为日后的高房价埋下了伏笔。 现在地方政府的态度是,要么你中央出台房地产税,让我养活这一家子老小,要么我就不让房企降价销售,弄死房企。 看你中央怎么办,现在又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搏移的阶段,人家地方政府也有道理,你中央把大部分钱都收走,还让我发教师、退休人员、公务员工资,还要维修地方的桥梁、道路、水利设施建设。 那我钱哪来啊,你不能又让我干活,又不让我吃草吧。 东南沿海省份的县市还好些,毕竟还有些制造业企业,虽说这些企业现在也在苦苦挣扎,但还能收上点税。 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企业没有几个,除了卖地收入,它还真找不到别的来钱到,所以拼了命的不让降价。 其实就是不让降,卖地的价格,但现在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阻止不了房地产企业走到尽头这个客观事实,接下来就是房产税的开征,但现在老百姓除了房子都穷哈哈的,哪有钱去交税呢? 所以以后中国往好说,会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搞不好还可能回到五六十年代,但愿不会。 接下来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这个照片的截图来自微信,上面写,一起去接机,国家英雄,人家在外面软近三年都没软过脊梁,我们才停了几天工,趴个毛线,而且外国势力那么左右为难,还是被我们强大的祖国接回。 这就是一个好的兆头,相信国家,相信人民的政府队伍,不会让我们失去属于自己的家园。 这里边的发言来自恒大维权群,是不是很讽刺啊?自己都没有工作了,还在为祖国把孟晚舟给接回去,那么骄傲,那么自豪。 第二个消息,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这个是威斯康星州的地图,上面写着,两万三千个投票者拥有同样的一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很魔欢啊? 第三个消息,是一个墙内无法看到的真实消息,是美国司法部纽约东区法院的声明,上面写,华为CFO,当然也就是孟晚舟,承认误导国际金融机构。 而不是国内新闻上说的,没有认罪,没有承认,等等。 四,亚利萨纳州必须立即取消其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认证。 川普在9月24日在亚利萨纳州审计结果公开的同时发表了多篇贴文,抨击假新闻左媒,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Lamestream左媒仍然否认的欺诈证据,向公众提供大规模错误信息, 从而成为世纪罪案的同谋,这是比预期更大的骗局。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拜拜。